原子少年又出事啦 日前前往新成員小孩 彩影卷入桃色風波 在12日宣布自願退團 讓粉絲心碎一片 但這事都還沒落幕 第一團金星的Yori 又爆出有金錢糾紛 最近就有網友在迪卡發文 控訴金星成員Yori 1000塊千塊7個月不還 透露今年3月 Yori以沒錢繳學貸為由 向她借款1000元 並承諾下個月領錢就會還了 但Yori卻多次食言 不斷已確診不舒服 發行時間改了等理由 多次請求延後還款 之後甚至還直接已讀原PO 且到了10月都還沒把錢還清 讓她任無可認 才在迪卡公開對話記錄 事情在網上發酵之後 才讓她成功收到了Yori的轉賬 但之後還有許多網友 跟著出面指控 Yori和許多人都有在乎糾紛 這篇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甚至早在原子少年剛播出時 就已經有人爆料她欠舞蹈老師錢 對此Yori也親自來到留言區 道歉認了有財務問題 由於沒有衡量好自己的財務狀況 與原本信任我的朋友產生糾紛 目前已將原本借來用雨水袋上的款項還清 因為我的不成熟 讓願意相信我的朋友們感到失望 我也相當自責 她請求大家給她機會 表示會改掉過往拖欠的不良習慣